822七夕情人节 这天与郭台铭实质紧扣的人 不是老婆曾心盈 而是国民党金门现议长 红云点 牵着郭台铭的手 与陆军官校后援团 一起开口大唱陆军官校校歌 红云点丝毫不怕被党纪大刀死后 国民党非常奇怪 怎么样奇怪 我不要讲太多 今天郭董市长跟侯市长 今天都到金门来 非常感谢他们一起来 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那今天的这个行程呢 就是侯市长行人 我也是会陪同 郭台铭主流名义大联盟造势 红云点还担任助奖贵宾 现场洗开60桌 坐在郭台铭身边的 挺郭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以及低调现身的 新北议员洪家军 一转眼这两人也现身在 侯友宜身边 有啊 对对对 侯友宜拜妙爱相随的 还有兰淫马祖立委陈雪生 前金门县长杨振武 国民党金门县党部主委 吴新邦 曾公开发放挺郭扇子的 新北议员林金杰 这次乖乖跟在旁边 郭侯两人阵仗相就起来 郭台铭气势 虽然华丽 但侯友宜颇有母鸡 带小鸡姿态 陈振湘上将欢迎 侯友宜来金门第一站 先拜会的前陆军总司令陈振湘 在侯友宜宣布金门政策时 也帮忙助政 只是郭台铭 侯友宜 两人都在金门 郭侯有机会坐下来 喝杯咖啡吗 今天我也知道 郭董事长来到金门 他的行程也很满 那我这边行程也很满 所以我在金门 如果有言碰到 大概先打个招呼 那改天 我还是要详细的来做好情意 彼此行程都排得满满满 恐怕也是刻意 要错开 金门情人节这一天 郭侯和解咖啡 只能下回再干杯 进行我凌晨两天满开 金门才能报道